国立东华大学为了师生在校的行车安全 要在校园内装置区间测速设备 结果引起了大部分学生的反弹 认为学校完全没有和学生沟通 如果未来有罚单 是否又会影响到毕业 国立东华大学收工校 只因为校园面积广达250公顷 所以学生几乎都以机车代步 但听说学校将在校内装设区间测速 大部分同学都很不满 认为限速30公里实在太慢 更担心日后会有罚单 我自己个人觉得有点浪费公款 其实校方有蛮多可以去做额外的建设 像还蛮多硬体设备上 如果有那些钱为什么不拿去翻新 然后学校路灯也没有说状况很好 为什么不先做好照明之类的 然后就要做区间测速 而且那问题也没办法真的解决所谓的行车安全 东华大学强调 今年初校内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死亡同学父亲握着校长的手 要求校方一定要重视校内交通安全 所以才会编列596万原装设区间测速 目前只会监测并没有罚则 监测速是做一个实验性质的 来看看到底我们学生们经过这样的情形 速度有没有慢慢放下来 当然我知道学生们也会觉得都是针对摩托车 所以我们会再自学到针对汽车常常超速的地方 我们也会做区间测速 第一次投资的经费当然会比较多 但是未来再继续在不同的路段 再继续加强的话 应该所有的开支就会平均下来 要不要罚则的事 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去讨论罚则 所以根本还没开始要跟学生会讨论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非常希望看到有没有些惯性的 喜欢超速的这个同学们 我们希望要是找到这样的同学们 我们希望能够对他做道路交通讲习 希望他能够把速度放慢下来 学生议会则是认为重点不在装设区间测速 而是校方什么事情都不跟学生沟通 校方强调装设区间测速事关校园所有人安全 将在11月完成会刊之后 明年1月开始施工 2月测试 至于速线违规处罚方式会再找学生讨论 记者林杰双方箱采访报道